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如何製作黑芝麻豆腐花 為何我們今天會選黑芝麻呢? 其實傳統會用豆漿做豆腐花 黑芝麻做豆腐花有其好處 老一輩的人就說 長期吃黑芝麻可以令頭髮變得更加烏黑 所以很多受白髮困擾的人士 都會嘗試吃黑芝麻做的食物 這些偏方讓它們多一些黑化、少一些白化 除此之外 黑芝麻有很多好處 因為它是高鈣的堅果 它有豐富的鐵質、維他命E 它有抗氧化的功能 好處多多 今天就試做黑芝麻豆腐花 做法很簡單 我們需要用電飯煲去做 今次製作是兩人的份量 製作時間只需要10分鐘 之後等30分鐘就可以吃了 你想熱吃的,等30分鐘就即食 如果你想冷吃的 做好之後 放涼後擠進冰箱 就可以吃到 又凍又滑的黑芝麻豆腐花 製作黑芝麻豆腐花 需要用四種材料 熟石糕粉1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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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芝麻豆漿500毫升 熟糖1茶匙 熟石糕粉可以在 藥材店或大型的雜貨店買得到 你跟職員說想用來做豆腐花 他就知道拿哪一種熟石糕粉給你 然後粟粉、黑芝麻豆漿和紅糖 都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得到 黑芝麻豆漿 因為我們這次做兩人的份量 所以我們買一支500毫升就足夠了 製作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溫熱豆漿 我們把豆漿倒入一個鍋裡 留下大概2湯匙的黑芝麻豆漿 用來做淨加開粉用 我們開中火 把豆漿煮熱 留意不需要煮熟 我們煮至起泡泡 在邊邊有些泡泡的升氣 這樣溫度就足夠了 然後我們可以關火 備用 剛才預留了2湯匙的豆漿 然後我們就連熟石糕粉半茶匙 和鷹粟粉1茶匙 就在碗裡用匙巾攪勻它 沒有粒粒 我們就可以倒入 預先預熱的電飯煲裡面 然後我們拿回剛才已經暖和的豆漿 在高處倒入電飯煲裡面 目的是要令它均勻一點 然後我們就在電飯煲蓋裡 放入一張廚房紙 它就可以當它完成的時候 都不會有倒汗水滴花的豆腐花的表面 然後我們就把豆漿在電飯煲裡面 靜止保溫 約摸30分鐘 30分鐘之後 滑滑的黑芝麻豆腐花就可以吃得了 但是如果你想甜甜的 好吃一點的 可以加入紅糖或者糖水 如果你想凍食的 就可以拔出來之後 放涼 然後放入冰箱 等它凍了之後再吃 就有一碗又凍又滑的豆腐花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看看 如何製作黑芝麻豆腐花 去片 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製作黑芝麻豆腐花 製作黑芝麻豆腐花的材料 非常簡單 只需要四種 包括黑芝麻豆漿 今次用500毫升的 可以製作兩碗 熟石膏粉 半茶匙 粟粉 1茶匙 和適量的紅糖 做完豆腐花之後 加在表面 讓它更美味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開始製作了 我們就需要用到這個黑芝麻豆漿 先攪拌均勻 然後我們就倒下去 不需要很多 我們純粹開粉 大概兩湯匙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量 就這樣倒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需要半茶匙的大藥 半茶匙的熟石膏粉 和一茶匙的粟粉 攪拌均勻 然後攪拌均勻 接下來我們需要加熱豆漿 把豆漿倒在鍋裡 用中火加熱 在不同時間 攪拌均勻 以免它沉底 或者有起一塊塊的東西 我們不需要煮滾 我們需要煮至 開始有些白泡 溫度大概80至85度 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混合熟石膏粉 和豆漿 好 我們就把一些 剛才已經混合了的 熟石膏粉 和粟粉 的漿 倒進電飯煲裡 今次我們會用了一個小的電飯煲 因為我們今次的份量少些 然後我們就把剛才溫熱的豆漿 準備倒下去 等它們混合 倒下去的時候 要留意的地方就是 但是我們需要把這個豆漿 從高處比較高的位置 倒下去 讓它們混合得好些 倒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泡 但不要緊 因為那時候的泡 因為有熱力的關係 會慢慢散 要你擔心的話 也可以把一些大的泡 或多餘的泡 披走 然後 開用保溫 可以在一個電飯煲裏 保溫 不要動它 30分鐘後 有香噴噴 滑滑滑滑的 黑芝麻豆腐花吃 如果你想冻吃的話 可以當它完成後 放涼 放進冰箱 冰涼之後就可以吃了 由於我們今次用的 黑芝麻豆漿 是有糖的 所以你待會加紅糖的時候 可以加少一點紅糖 已經夠甜了 這麼快30分鐘的時間就過去了 現在我們可以開來看看成不成功了 你會見到我在煲蓋上加了一張廚房紙 可以避免開蓋的時候 水滴到豆腐花的表面 會弄得豆腐花的表面是花了 我們現在一起打開看看吧 黑芝麻豆腐花 黑芝麻豆腐花是否很容易做呢? 你也快試試吧